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AN談賽馬的時間 這集節目不是關於賽馬,而是羊球分析 我每天都會拿一些香港馬會的羊球盤 即是俗稱亞洲盤和外國莊家T站的羊球盤 作出比較 給一些新來的朋友聽聽 為何要拿羊球盤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馬會的羊球盤是非常淪積的 但在整集馬會開出的事情 羊球盤是最不淪積的 相比起柱轄和、角球大勢、入球大勢、波膽等等 羊球盤是相對來說最慷慨的 所以也能解釋到馬會的羊球盤 最低頭存在200元 我認為中間為何會選P站呢? 因為P站的賠率是最慷慨的 所以用最慷慨的馬會的羊球盤 和最慷慨的P站的羊球盤 作出一個比較 看看中間會不會有大差異的看法 我就是用大差異看法的賽事研究 然後再選一些投注的對象 這個大差異有幾個問題 第一,為何要找大差異的賽事 看法大差異的賽事 因為我會給大家看 甚麼是大差異的 但為何要找大差異的賽事 因為市場的看法是一樣的 你輸的時候 大差異和沒有大差異的看法一樣 你輸都是輸過一拳 但贏的時候會有分 當你看對的時候 你贏的幅度會大一點 其實這個方法可以增加你贏的時候的幅度 輸的時候沒有話說 因為你眼光差 你眼光差輸 你怎樣輸都是輸過一拳 但你贏的時候的幅度會大一點 這就是第一點 為何要選大差異 第二,為何要用這個機制去做細算 因為在一個比較行常的星期六日 一天都有四、五十個盤 你沒有可能逐個盤研究 你一定要用一套機制去篩選賽事 然後再做研究 我就是用這個大差異的賽事篩選之後 再研究究竟我賣穿或賣客 這就是我自己的機制 譬如今天的賽事來說 甚麼是看法一樣的賽事 譬如我可以拿相對接近看法 馬賽和阿職士 馬賽香港馬會給的盤是1.96 P債是給2.05 香港馬會給1.81 阿職士的盤 P債是給1.847 馬會給低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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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比較淪食 所以比出來的賠率不英俊 但其實原則上 馬會和P債對這場球的看法 相對來說是非常接近 甚麼為止有大差異的賽事 譬如FKTSC對韋思霞 馬會是相對看好的主隊FKTSC 因為馬會是給1.79 P債是給2倍 馬會是相對說大幅看好FKTSC 而相對說 P債是大幅看好韋思霞 而韋思霞 他給1.869 但是馬會是給1.98 譬如 如果你是看好韋思霞 很簡單的不用想 你直接看香港馬會 賣洋球本1.98倍 如果你是看好FKTSC 問題是來料 因為香港馬會是虧水 你們兩個做法 如果你不在香港 你可以在其他外國莊家 合法地買 如果你不在香港 在香港來說 唯一一個合法途徑就是馬會 所以如果你不在香港 你可以考慮一下 在P債或其他網頁買 但如果你在香港 如果你是看好FKTSC 你應該是等它退票才買 1.79 它應該會退到1.8幾 甚至1.9 因為這個是大自然定律 如果這場賽事 沒有什麼特別的新消息 出現的話 這個1.79和2 是會慢慢收窄的距離 1.79會慢慢向上 2會慢慢向下 所以如果你看好FKTSC 你等一等不用現場買 你開箱三個小時 不回飛才買都可以 這就是你應該要處理的方法 所以今天來說 只有兩個盤是有大差異的 FKTSC和韋思咸 對韋思咸 以及金美奧對哥亞斯 我幾天沒有拍片 兩天沒有拍片 因為賽馬期間 有時比較忙 所以不能拍片 今天拍片 就免費介紹一場 我個人會選金美奧 選金美奧 本身馬會賠率相對來說比較好 所以金美奧 和哥亞斯 無欲無求 基本上都接近降班邊緣 都沒有什麼機會 爭到不用降班 Playoff 所以 戰異應該比較普通 金美奧可能還有些 差一些 差一些參賽資格 所以我選金美奧 主盤 希望做和妄贏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支持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可以給個like 讚 和分享這段影片 給朋友提供宣傳的頻道 如果大家對我意相分析的意見 都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我 都在下面留言 留下留言 留下感謝粉絲 我都相當高興 大家多留言 我回覆多點 YouTuber就知道 我一個非常多質素的頻道 他就要分享我 影片給更多YouTube 馬民足球媒體 我自然的ViuTuber上升 全然令我非常微妄 廣告收入 再增加了一點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如果將來想看我 所有的樣固本推介 每一天的樣固本推介 歡迎大家來到我Patreon Patreon 可以參加會員 如果大家純粹足球 可以超厲害會員 就足夠了 如果大家對賽馬有興趣 都可以考慮超厲害和超厲害會員 大家可以看看 有什麼服務 大家可以看清楚 我都說過幾次了 所以每次都重複了 希望大家來到我YouTube頻道 還有你現在看的NetChannel 還有你現在看的NetChannel 採碼頻道 按一下訂閱 或免費訂閱 還有按一下鬧鐘 按全部 我所有的新片 你都有個通知 或是Notifications 大家經常知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by bwd6 間